小明什么事 就是我刚就是最新版 然后在服务器上安装一个服务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出现一个错误 当时就是全英文的我也没看懂 然后你能不能教我一下 是吧 在这种安装过程中排错 还有就是我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服务器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非法登陆我的服务器 能不能教我怎么查看一下 就是说 你一般的话 就是排错的时候 如果让你装软件安装软件的时候 那最起码的话 它屏幕上的报错 你要看清楚 而且要把它 就是不管你英文有多差 那你总有个什么计算词 或者说什么 在那个Linux里面的话 你要装个什么星机翼王之类的东西 装上去以后的话 你去看这个错误是怎么的 也就是说那三 就是三百个单词 你是一定要明白的 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能 就是看自己说 自己英文应该是 不一定跟老外能对答如流 但是你基本上是能应付Linux里面 你怎么评定呢 那你要看一个man page 你不要看LS的man page 基本上你都能搞得定 就能看不懂大致的意思 那OK 你就气活了 所以的话你不能扔到那边就不管了 看不懂就完事了 这不行 再复杂的这个报错 它也不可能满屏全都是你看不懂 你总能猜个八九 你看吧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说有很多的错误 它在屏幕上显示的话是一部分 但很多的话是显示在日志当中 然后你根据这些日志的话 再去解决这种问题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你怀疑你的机器被入侵的话 你可以用日志的话去查看一下 尽管它不一定对这种顶级的黑客有用 但是一般的黑客的话 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我的水平可能是不算太高 肯定就是说 做这个服务器做过很长时间 那么可以说就是水平一般 但是我的服务器被人入侵过很多次 我都是通过日志去看的 这个就是说应该是比较脸红 就是说服务器被入侵过 他也丢人了 但是有些安全问题不是我的责任 没有人通过破解我的账号进来 但是我搞不定我的代码开发者 你像我PP程序 原来我们公司有一个开发网页的这个人 然后我因为不懂PP研发的 就是这个网页开发 结果他在里面的话 连那种特殊字符他都不过滤 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安全的这种意识 就是这个开发者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是合格的开发者 还是不合格的开发者 他没有过滤 他没有过滤 他让人家直接就进入系统 然后人家大面积扫描到以后的话 就进入系统 但是还好我时不长的看一眼 我的机器有没有非法的入侵 结果我突然看到 咦 这个账号怎么会登录 那我一看 这个账号就变成如此了 那肯定没人入侵了 所以该怎么看 就是我给你大致眼续下 好吧 我们先从这个就是这个屏幕这边来 假如说的话 你现在见到的是一个出错的画面 你比方说再去执行某个命令的时候 最简单的 就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什么no such fell 这么最简单的报错 你肯定是能看得懂 如果实在看不懂的话 你就用谷歌去翻译一下 或者去用星际证翼王 或者说金山瓷霸去翻译 Linux版的金山瓷霸 我不知道在哪 就可能是没有 但是网络上有个什么星际翼王 你可以装一下 就是star dict star就是星星 dict就是dictionary 是吧 就是我们的字典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你一个一个去点击去查看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帮你 你能通过这个屏幕的信息 能看到真正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的话 我去输一个dash的x 那他报错一大堆是吧 很多人就看不懂这个界面 很多的同学都看不懂 他说这个server已经被激活 在什么呢 display零下 已经被激活了 所以你不能再开第二个x window 其实你可以再开第二个x window 怎么办呢 你加上一个杠杠 冒号一 这时候就可以再开一个 这个时候他就没有问题 他这边是出错 就是说这个 说这个杠杠参数是 没有用的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的话是 没有加杠杠就可以 是吧 就又开了一个x window 就是第二个x window 就是我只是演示一下 所以的话呢 你仔细看这个 你仔细看这个界面的话呢 你能看得到很多满屏的东西 但是呢 没有太多的声词 他不是四级考试 不是故意去难为你难为你 咱们国家的四级六级考试 是干什么 专门考特例 专门考你不懂的 专门戳烧你的什么积极性 专门让你没有兴趣去学习 对吧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老外就想告诉你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他非常简单 你看 那么当前的操作系统 是吧 是什么呢 Linux 对吧 这些东西的话呢 跟专业相关的 你大致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然后呢 什么XORG X11 版本是怎么样的 当前的版本是怎么样的 在什么 这个出现问题会怎么样 他告诉你说 有一些标记 什么杠杠是干什么的 然后星星是干什么的 这个等号等号是干什么的 等等 那么加号加号干什么 这全都是非常的 这个 就是清楚的 如果不懂的话 你再去查一下 这边的话呢 这边有个报错 意义 意义表示什么呢 就是错误 说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没有这个设备 是吧 这是一个报错 这你就能完全看得懂 也就是说 有句笑话说 就是你比别人强在哪 你完全是把别人喝酒的时间 是吧 用在喝咖啡上 开玩笑 就是说 你不要认为这个高手 真的有什么了不起 他就是比你多认几个字 就这样回事 所以的话呢 把这个顾虑打消 不要告诉我说 你也没仔细看 你没仔细看 你告诉我这个问题 我怎么给你解决 是吧 还有一些的话呢 有些东西啊 就是在Linux里面 有一个习惯就是没有输出 就是好事啊 当然这是个漏习 就比方说吧 你比方说我这样的 TAR TAR CFZ 其实加上个V是吧 是好的 是吧 那我这边假如说不加V CFZ 加上一个TMP目录下的B点 TAR.GZ 是吧 然后把ETC下的SysConfig目录 全部都打包 并且什么的 备份是吧 直接回车 那其实的话呢 没有任何输出就跳出来 这在Windows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什么情况 肯定是错误的情况 你没有 没有任何的窗口团出来啊 也没有任何的 说OK 已经执行完了 是吧 所以的话呢 在Unix里面的话 这是一个漏习 就是没有输出 就是好事 那这种漏习的话 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知道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所以现在这种 已经在改变了 就是已经逐步贴近于普通人 易用 易用性要强了 但是呢 普通人实际上是不习惯的 那这时候你出现错误的时候 怎么办呢 看日志 日志在哪呢 在我们的 whash的log目录像 whash的log目录像 对吧 你一看日志的话呢 有很多很多的文件 而这些文件的话呢 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 每个文件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 最先看哪个文件 最先看哪个呢 你要看什么呢 Messages 就是说 他 他有啊 然后呢 Message Message 这个是一个最常用的日志文件 因为的话呢 基本上所有的程序出错 出问题的时候 就是他有一个消息 想要让别人知道的时候 不管是成功啊 还是失败 还是怎么样 那么他都会写到什么呢 Message 所以的话呢 如果要是你有一个系统自带的程序啊 他没有成功 或者他去怎么样了 那他就会自动去什么呢 把这个消息放在Message里面去 嗯 你比方说啊 我们在以后再去就是安装一个bind 就是我们那个DNS服务器的时候啊 你启动那个DNS服务器啊 他一看OK 绿色的嘛 你看啊 没装是吧 嗯 装了一个 啊 很多时候啊 都是这样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HDPD是吧 对 你看到这边OK OK是吧 关掉的时候 Stop的时候是OK的 是吧 Start的时候只是有一个报错是吧 是OK的 但是呢 最终他到底启动没有启动 也许的话他是不启动的 没有吧 嗯 你看这种输出的话呢 这种输出未必对 嗯 尤其是bind 那么原来的话呢 我很多学生的话 或者说我自己啊 就是说去配一些DNS服务器的时候 那我总配完以后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这个OK 不相信那屏幕的这个输出 我一定要去看什么呢 Watch的 Log下的Message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啊 就是你不要看这个服务启动了没有 那如果要是启动了 比方说这边啊 我们看 他有一下 他有一下啊 他有的话呢 就是看文件的末尾几号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你能看这个文件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啊 看多一点 这个文件是不是刚刚被截断 还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被我 嗯 没有看多一点啊 没有看多一点啊 啊 嗯 嗯 嗯 再一次一下的syslog.com 现在已经变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 syslog很变 r7126的话可能变得比较多 这个东西就已经是不见了 rsyslog 就是我们看到的话 就是说syslog已经被rsyslog 提换掉了 r7126的rsyslog 就是加了一些 就是你看到是有r 那肯定你觉得应该是多了些什么功能 r是remote吗 对 对远程 对我觉得就是他对远程的这种操作肯定是更强的 如果要是你想详细的看一下的话 就是rpm-q rm-qa-grep syslog 也就是说在r715 比方说我们打开一个r715 r715 rpm-qa-grep syslog rm-qa-grep syslog rm-qa-grep rk-grep syslog rm-qa-grep sy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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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qa-grep syslog 可能是跟它是有一定关系 就是说可能是模仿它去做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就是原来的这个系统结构的话 也不叫做Syslog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它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说Unix或者Linux里面用的Syslog的话 它的功能虽然说是差一些 但是你免费的东西还想什么 所以的话Syslog-NG的话 这个的话是业内对日志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会采用的一套什么的 另外一套日志系统 这个日志系统的话 它是封闭源代码 它有封闭源代码的版本 而且的话它不让你加到 比如说Red Hat等等这些系统里面来 所以它在Red Hat的话 现在采用R-Syslog的话 来在R716里面用R-Syslog来 就是替换掉Syslog 实际上的话 就是跟Syslog-NG的话相 就是至少的话 接近Syslog-NG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它的话 实现更多的这种日志的操作 那么传统的日志的话 大家看一眼这个 看一下R7165 R7165里面的话 就标准的Syslog 它在什么呢 外下的log目录下 也是有这些东西 它的日志阶段的话 是1234这样的去阶段的 而我们现在的话 看一眼R716的日志阶段 你还是在这个目录下 是吧 对 这个时候你看一下 那它后面的话 会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日期 就是在什么时间 阶段的这个日期 这个日志 它不是什么什么 然后加上个1 什么什么加个2 然后加个3 嗯 明白吧 那现在的话呢 你还是要看什么呢 就是当你想看这个日志的时候 还是要看 用Tail命令 可以看最后的几行 Tail 比方说这个是不变的 那直接一回撤 Message 是吧 Tail Message 那这样的话呢 你能看最后的几行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错误 嗯 然后我这样的service 我去把某个服务 重启一下 比方说 Caps 我们看这个行情 Caps 有是吧 Caps 并没有输出这些东西 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是决定于什么呢 就是有些服务会有问题 有些服务的话 会不会去显示 这都是由我们具体的这些进程决定的 对 他记录哪些日志呢 在rsyslog.conf里面 那么rgel5的话 rgel5以前的版本 都会用什么呢 etc下的syslog.conf 去决定啊 写哪些日志到哪些文件里面去 也就是说 我们看啊 在这里面的话呢 打开这个文件以后 你看 它是rslog第三版的这个配置文件 是吧 它已经不叫syslog 那这个地方 我们看 前面的话呢 global setting等等的话 我们就先把它就是这些 整个的这些全局的设置的话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学习日志系统 这边我们要看哪些常见的日志 现在的话呢 给大家放短点 你看一下 那 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 有些消息为什么会出现啊 首先这边有条默认的 但是这个前面加了警号注释了 警号不是注释吗 对 这方注释掉了 但是实际上这条的话呢 是我们的klog 就是我们后台有一个 就是记录内核日志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嗯 内核的话呢 你想啊 它有什么不同 就比方说 你现在是一个平民是吧 对 那你要求什么呢 你要求说 政府 你把这个预算给我公开了 你直接去政府里面 说 我把你预算拿过来看看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政府的话呢 它要行使它的管理职权 对 它必然是有一个封闭的空间 如果什么东西都对外 那就 可能什么东西都执行不了 比方说 我明天的话决定汽油要降价 是吧 那今天的话 汽油的这些什么 这个民众都知道这个消息 明天要降价 那今天它不乱了吗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它它要有一定的机制 是不是 那你不能去直接拿这个东西 那么 内核的话呢 它如果有一些东西要公开的话 是不是它有个新闻发布官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负责 就是这个进程 就是新闻的这个 就是比方说 呃 是叫什么 发言人是吧 对 发言人这个进程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从我们指定的地区 拿到这个缓存以后 告诉给大家 你看 也就是说 内核里面的所有的日志 它是都是显示的 它这里面 所有的消息 都会显示到什么 是吧 看到了吗 实际上就告诉你 说内核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如果它觉得有必要去输出的时候 它会放在一个缓冲区里面 由一个进程读出 输出到哪去呢 写入到哪去呢 就是你当前的控制台 你当前的话登陆进来 你当前登陆到TTY2 TTY3 TTY4上去 你登陆进去了 登陆进去以后 那么假如说 这个时候你插了一个U盘 这个U盘 是不是一个内核驱动 要驱动它 对 在内核当中的驱动 要驱动它是吧 对 出现问题 假如说没识别出来 或者识别出来了 这些消息都是显示到哪去的 内核里 它会放到内核的一个buffer里面 就缓冲里面 那这个缓冲的话呢 会有一个发言人 把这个缓冲拿出来 写到哪去 这不是说了吗 写到这个文件 对 这个console的话 就是什么呢 当前的控制台 就是你登陆在TTY上 你一插上U盘以后 那你就发觉 屏幕上会有什么 显示 就是说整个识别 这个USB驱动的 这个过程 全部都显示出来 但是呢 你如果是在一个 虚拟控制台里面 它就不显示 因为它 他们是输入到什么呢 就是那个TTY1 TTY2 TTY3这里面去的 它不会输出到 你的这个PTS 这个虚拟控制台里面 嗯 明白吧 这是第一条 默认的这条规则 也就是说 我想跟你交了那么多 那么长时间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有内核的这种 驱动啊 或者说这个网络攻击啊 或者哪个缓存满了 等等这些东西 你在日志里面看不到 你只有在哪能看到呢 就是在你的console上能看到 console 同时的话呢 特定的日志里面的话呢 能看到 等一会儿我给你指一下 就是有一个文件 嗯 然后另外啊 你看这个这一行 这一行的作用是什么呢 星 星 一看星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你记得 对 所有的 就不管谁啊 写一个 你看星点 表示什么什么级别以上的日志 这个的话呢 我就是大致给你先灌输一下 就是说这条的意思 就是说不管谁写的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就值得让人注意的这种信息 嗯 全部都写在哪去呢 Message 所以的话我们说你要看一个进程啊 或者什么一个服务的话 它启动没有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 你首先要看Message 就这样来的啊 没有了 没有了是吧 啊 那么点 info是表示什么呢 点info的话是表示 info级别以上的日志啊 也就是说一个进程的话呢 它输出日志是有很多级别的 那最差劲的级别是什么呢 debug级别 就是说这个人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想分析 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你比如说正常的人 脉左脚脉右脚 脉左脚脉右脚 你要给一个正常人的话 去做这个日志的话呢 应该说啊 他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 红豆牛肉 是吧 这是一个事件 这可能是大家需要关注的是吧 嗯 然后呢 他下班是在六点 这也是个事件是吧 你在分析这个人 那这个人的话呢 这种信息可能都是info级别的信息 是吧 突然他摔了一跤 这就是一个arrow级别的日志 就是说这个日志的内容来自于 比方说小明啊 这个前面的星就代表什么呢 小明这个进程 小明摔了一跤 那么就是小明点 小明arrow级别的日志 写到哪去 这边小明 比方说我这边的话呢 是等号 小明等号arrow 那么写到 华下的log当中的小明log当中去 啊 就这样的一个基底 没有吧 嗯 但是呢 我们说最琐碎的级别是什么呢 就是debug级别 就是我们分析啊 不是小明 小明肯定没有问题啊 嗯 我分明个 呃 小张啊 小张的话呢 我们觉得它是个神经病啊 那我现在的话呢 要怎么分析它呢 卖左 左脚 卖右脚 卖左脚 卖右脚 这种信息我都要去记录起来啊 你看吧 这就是 特别详细的那种 对 debug级别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日志产生了以后 它有不同的级别 啊 偷一脚 有摔一脚的级别啊 然后呢 去走路到哪个地方去买那件衣服 这是info级别的 需要你知道 卖左脚 卖右脚 就debug级别的日志 啊 而这个点的话就代表什么呢 info级别以上的所有级别的日志 啊 所有的人写日志是吧 嗯 写的只要是info级别以上的所有日志 全部都放在message里面去 嗯 啊 但是mail的日志 不要去写啊 特权使用的日志 不要去写 计划任务的日志 不要去写啊 那他们写到哪呢 能看 特权使用的日志 会被写入到 亚写的log当中的secure当中去 啊 所以的话呢 你看啊 你的账户 你的系统里面 有没有新添加一个用户 嗯 啊 这个用户的话呢 他有没有改密码 这都会非常使用 那这种日志的话呢 都会放在secure里面去 嗯 要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密码示范 就比方说你输入了很多用户 对 哎 我想试试想明的 他错了 试了一次错了 再试一次还错了 这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个 这个日志信息了 啊 还有的话呢 就是mail的日志 你看我这边不是显示了mail.nong吗 就是mail的所有的日志都不要显示 nong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吗 对 不要显示任何东西 就mail的所有的日志 都不要给我写 写到这个面去 嗯 我这边既然已经写了新 但是我还要标注一下 mail的所有日志都不要去写 啊 你要吧 还有的话呢 特权使用的所有日志 是吧 特权使用的所有日志 都写在secure当中去 mail的所有日志写在哪呢 mail.log当中去 啊 那还有计划用 crown的日志写在外下的log当中 crown当中去 所以你现在理解了什么呢 四个日志文件 对 明白了 理解了吧 嗯 那你看啊 有问题 这个这个系统啊 有问题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服务啊 也不知道是他该归在哪 你首先到message里面去看一看 嗯 看一看 如果特权使用的 比方添加用户啊 更改密码啊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在secure里面去 嗯 mail的缩日志在 mail.log当中去 计划用户的缩日志在 crown里面去啊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这四个日志 而如果而是出现一个 emerge级别 就是说特别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所有的啊 emerge级别以上的缩日志 全部都写到所有地方去啊 就是这条意思 然后呢 这是uucp uucp的话 就是我们所入所谓的那个啊 就是那个呃 就是邮件新闻组啊 但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中国大陆 好像是被禁止的 啊 就是邮件新闻组 嗯 这个新闻组的话呢 这个写我们所有人的话都不用啊 就是在大陆的话呢 可能用的特别少 基本上不用 所以的话呢 他写的这个spoler啊 这个日志里面 你就不要去管了 没有啊 就是说这个就跟你没什么 他的关系啊 local7的这个所有的日志 全部都放在哪呢 放在这个boot.log当中 哦 现在你基本上能识别出来的是什么呢 能识别出来的就是刚才那四个日志 对啊 那四种日志 就这四种 四种日志 message secure maillog 还有con 是吧 是 其他的话我们再看 我现在在哪个目录下呢 就是在wishlog下面 对 ls看一眼 那这里面啊 你看 unaconda还记得是什么吗 就是启动的时候 他那个 不是启动 他是 安装 安装的时候 那个脚本 安装那个时候 用pathon写的脚本 pathon是一种蛇 unaconda也是一种蛇 就是说用蛇的名字来命名 unaconda在安装的时候的所有日志 都放在这里面 那在rchl5里面 我们对比一下 rchl5里面的话 unaconda只有少数的几个日志 对吧 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 在rchl6里面的话 就有很多unaconda的日志 有存储的 有程序的 等等 是吧 对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boot.log boot.log的话呢 你可以看 就是启动的过程 启动的过程 btmp 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 我们看一眼 就是二进制的这种日志 这个的话呢 我们再看r6.log当中 并没有去定义 对吧 这是由一些程序的话去写的 对啊 一些程序 他跟这个wtmp很很类似 wtmp 你看一眼 他也是二进制的 这种这种的话呢 这种这个二进制的日志的话 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话随意改动 嗯 你如果要打开一个message 啊 你就可以改的 啊 明白吧 对 你就可以改的 然后删除一行 或者说 呃 怎么样处理一行 都可以 凡是说我是一个非法入侵者 对 我登录进去以后 我对这个文件有权限 那我可以完全 把这个日志改成我想要的样子 对啊 所以的话呢 对于安全要求比较高的日志 他是以 这种什么呢 二进制方式去 去保存 那像我们这个wt wtmp是由谁来读取的呢 last 啊 也就是说 你刚才不是说过一个问题吗 就是我怀疑我的机器 可能是被别人入侵了 对吧 那你怎么去看呢 你可以用last来看 啊 last这样来看 那这样的话 看到的 就是说 是真正的这种登录的消息 比方说我说 我的机器被黑了 是吧 对 那其实的话呢 应该不算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那个pnp的脚本的话 出现漏洞 嗯 那这是编pnp的那个程序员的问题 啊 这种漏洞的话经常出现 那出现漏洞了以后 他利用pnp的一个 啊 就是说这个 漏洞 然后呢 上传了一个pnp的文件 在我的机器上 然后执行这个pnp的程序 然后创建了一个什么呢 创建了一个 啊 就是说非授权的账号 嗯 那我用last的命令 我可以看到这个非授权账号 登录的过程 哦 由此我知道啊 我的机器被入侵了 然后我根据那个时间节点 找出这个脚本来 找出这个 他上传的脚本 找出这个漏洞了 明白吧 所以这时候到呢last就成了我 一个比较什么 比较可靠的这个信息来源 但是呢 反过来讲啊 那个黑客还是不老道 他直接把什么 wtmp给我清掉 我就没有办法了 当然这个时候 他就会比较什么 他就会比较明显了 就是你可能知道 哦 怎么样 你的机器出现问题了 是吧 怎么wtmp的话被人清掉了 这肯定有大问题啊 这个时候你要找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还不好找 还不好找 但是呢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 你多这样一个二进制的日志 给别人添加了很多的问题 给黑客添加很多问题 如果他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黑客啊 那么他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你看我用last last看 那谁啊 在什么时间登录过你的机器 谁在什么 你看最后一次登录是什么呢 7月15号的4点13分 我现在这个终端的话 还仍然在登了 3点43分这个终端 还仍然登录下来 用什么身份登录的呢 root 这个的话就是 成功登录的所有的记录 成功登录所有记录 结果我在看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什么呢 系统的一个 类似啊 bing这个账号 去登录 bing这个账号的话呢 除了除了root之外 其他的你自己添加的账号之外 那么系统账号是不能登录系统 肯定不能登录系统 结果我发觉 哎那个账号登录 那肯定有问题啊 我一眼的话就看出来了 但是如果对方的话呢 清掉了我的这个 就是那个wtmp 这个tmp这个文件 那这边就看出来是空的 啊就last的调用的是当中pm那个日志 last的团他是去访问wtmp 因为这个的话是一个二进制的这个日志啊 只有用特定的程序的话才能读出来 给你显示出这样的一个能供你直接看到的东西 那你想看一看的话呢 别人有没有尝试登录过你的系统 或者破解你的密码 那刚才我给你介绍了一个日志文件 那个文件叫什么 叫security secure 我们现在看vi啊 或者是用tale tale什么呢 i-c-c-u-r-e 啊 来吧 哎 现在的话 我看一下 现在是没有是吧 嗯 我添加一个这样的 像 你看我添加账号比较改了他的密码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 啊 你特权使用的添加了一个账号 是吧 对 它是先添加一个组 对吧 然后又添加一个用户 是吧 对 同时的话 我设置一下密码 对吧 改密码的时候是 pam-unix 这个password的这个选项 它检查了一下 这个 就是说这个 云不允许 嗯 有没有授权 有允许啊 这个password的话呢 就改掉了 啊 这个消息的话呢 就是有关什么呢 有关这个特权使用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会记录下来 嗯 那你现在拿那个用户登录一下 先登录一下 对 嗯 那肯定的话 他我们刚说我输入错密码啊 嗯 就不通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假如说我尝试登录过 对 我们再看一眼 是不是出现错误登录 嗯 对吧 如果要是你现在的机器啊 是放在互联网络上 22端口打开 就是SS是端口 嗯 你一天的话呢 可能看到这种消息 没有个1000啊 至少也有个200 啊 就是200次密码尝试 而且的话 他们是用这个就是密码尝试的这个机器啊 就是说不断去尝试的 嗯 你知道吧 他就是呃 一分钟可能试个几十次 嗯 是这样的一个速度 就是不断去尝试 就暴力破解 啊 这种人的话很多 啊 这种人很多 所以你可以通过secure的话 来看一下这种尝试啊 你可以用last的话呢 来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真正登录的这些人 明白吗 这就是有关安全的这种选项 啊 明白了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回头的话 再来看一下所有的日志 好吧 在这个目录下 LS 那像我们的这个呃 BTMP和这个WTMP 明白了 是吧 那BTMP我不知道是谁在用 谁要用啊 是不是它是WTMP的一个备份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呃 我可以的话呢 去查看一下RPM-QF啊 然后呢 挖一下了log当中的BTMP 我估计是没有有的 系统启动的脚本 系统启动的时候 它可能是写的一些 写的东西啊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呃 CROM还记得是什么日志 呃 计划任务吧 对 你记住啊 就是在Linux里面的这个计划 任务的系统的计划任务 是由CROM来完成的 嗯 是由CROM来负责的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所说的这个 呃 就是那个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 KERNEL 他要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日志缓存嘛 啊 那这个日志缓存是由一个发言人 读出来 并且写入到一些地方去 对吧 他写到控制台上是吧 同时他会写在哪呢 写到这个DMessage 啊 你可以直接去VI啊 DMessage 对吧 也可以用Tail去看啊 你比如说你新插了一个什么呢 插了一个啊 就是U盘 你想看到底识别出来没有 你可以用什么呢 Tail-F 你这样的一回车 就盯着这个文件啊 你插掉那个U盘以后 那这个文件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内核的那些消息 啊 DMessage 你可以插上这个U盘以后 你看这边有没有反应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吗 嗯 只有在控制台上能看到内核实时输出的这些消息 啊 但是那个机器是在哪 就是那个标准控台上能看到 那个机器在哪 是在 机房 对不对 你不可能拿个键盘鼠标 显示器去那个地方去操作 嗯 所以你总是远程登录的远程登录 你总是看不到内核的这种输出 那怎么办 你可以用Tail-F 看这个DMessage 啊 DMESG 你看吧 看这个 那如果你插上U盘的话呢 它就会有反应 这里面全都是内核里面的实时消息 啊 清楚了吗 嗯 清楚了吗 清楚了 啊 啊 U盘呢 还有你的网络 比如说被攻击啊 就是用DDOS攻击你的机器啊 啊 产生的各种报错 或者你IPTables IPTables是典型的内核里面的这个 对协议战的这种操控是吧 嗯 那这个DMessage 就是那个DMessage都可以去显示出 嗯 啊 这就是DMessage啊 DMessage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啊 比方说DM DM 就是GDM GDM的话 顾名思义就应该是GDM自己的这个日志了 就是我们的Genome的DM 就是Genome的DesktopManager 就是Genome的桌面管理器啊 就是你相当于你可以直接说一个GDM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啊 就是你启动图形界面的时候的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是吧 嗯 就是桌面管理器啊 这个的话呢 我们讲Xwindow的时候再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遇到图形界面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我到时候再给你好好讲一下啊 好吧 Apache HTBD里面的日志 就是Apache里面的日志 对啊 这个的话再讲Apache的这个系统的时候 再说好了 嗯 好 那么last log 看一下啊 last log 也是二净值的 是吧 那last log是不是last的命令去读取的呢 或者是不是它相关的这样读取 我们看一下 啊 setup setup 这个last log的话呢 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它到底干什么 也是二净值的日志是吧 对啊 啊 mall log 你清楚了 啊 邮件 mall log清楚了 mail的说的是纸 是吧 邮件 messages 啊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 对 基本上所有出售的信息都在那 对 或者说没有出售 对 secure 是吧 对啊 s-p-o-o-l-e-r 是吧 这是什么 就是邮件新闻组的那个 对吧 对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的话呢 这个日志的话就不太清楚 yam的日志是吧 x-o-r-g就是x-vindow的日志 啊 对吧 x-vindow的启动日志 对吧 好 那这些日志的话你基本上都清楚了 嗯 啊 那其他像samba的日志 它这种子系统的日志 它都会放在这里面 那你到时候具体的子系统 你要说samba的日志 是由samba来负责写的 而不是由系统来写的 嗯 就跟你说我在玩魔兽世界 是吧 对 我们用世界查看器的话 可以看到 就是说 就是你这个windows本身的话 写出来那些日志 然后有个服务 启动或者关闭了 那你玩魔兽世界的话 魔兽世界自己的日志 肯定在自己的安装目录下 对 那就跟系统的机制是没有关系了 嗯 对吧 所以的话你现在要了解 整个系统的这个日志 到底有哪些 通常会有哪些 对啊 好吧 那通常我们会用什么呢 TAIL来查看 是吧 也可以用VEI来查看 是吧 如果还是你想看这个日志 实时的变化 TAIL什么 -F 这个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 嗯 是吧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日志系统 对啊 总结一下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比方说 啊 access log 这是apache里面的 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嗯 你知道吗 记录用户命令的 这个日志的话呢 应该是 我们看有没有啊 嗯 这里面就没有 嗯 对吧 那如果是你想看某一个用户的 所有的这个命令的记录 记录 对吧 看什么呢 看这个 呃 VI啊 我现在想看一下 比如说 某一个用户啊 比如shack用户 他做过些什么 嗯 嗯 他有没有登录过 是吧 嗯 我们看主目录吧 假如说 Root 用户啊 对啊 History 这是他的命令历史 啊 但是这个这个命令历史的话呢 很可能是错的 很可能错 因为他是文版文件啊 我如果干了什么坏事的话 我可能就把这个文件直接清掉了 对啊 或者说你看我直接输入一个什么呢 History 啊 History 然后呢 直接回车的话能看到送历史是吧 然后我将-C 就全部都清掉了 诶 C啊 然后再去输入History 嗯 这是第一条命令 对 原来100多条命令全都没了 你按上下的话呢 翻不了命令了 你只能翻出一条命令了 对 要吧 所以的话呢 你看到的这个命令啊 就是说 我们去VI啊 主目录下的 就是某一个用户的主目录下 比方是Root目录的 点-History 这个时候不靠谱 不靠谱 所以你在现在也空了吗 这个 现在没有空 你只有在EXIT退出的时候 他才会重新把现在的命令 是追加进去 也有可能是把这个空白的东西 追加进去 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把你现在新添加的这一条 附加到原来的之后 这个的话我们做一下实验 才能看得到 然后我们这样的 就是说咱们执行那个history-C 跟这个文件没有关系 跟没有关系 你只有EXIT的时候 他才会保存 我看一下 EXIT 然后呢 我回到这里面 是吧 VI 主目录下的DM 我刚才不是打开了一个什么 打开了一个新的吗 对 他还是保存的 不是最后一个 这不是History 是吧 对 然后它是附加在里面的 我附加在里面的 他就并没有把当前的这个命令历史 就是空的这个命令历史 替换到原来 是吧 但是呢 也不保险 因为我干什么 你想看我的这个 干没干坏事 是吧 比方说有没有偷公司的数据 是不是 有没有把这个东西 EXCOFFEE给别人 是吧 对 那这个东西 你通过它看不出来 你知道吧 用History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有一些机制的话 比方说Audit 这个是 就是跟你现在没有关系 我这边扯的就比较远了 你只要 就是 就刚才那些任务的话 你只需要熟悉 Washed Log当中的 那个那些日志的话 就基本上可以了 四月份日志就OK了 这些的话都是扩展的 你像这个 命令历史的话 你说History 都可以看到 对吧 都可以看到 但是你加-C的话 就全部都清掉了 对 都清 全部都清掉了 那么 这些所有的命令历史 都保存在这个地方 对 我完全也可以改掉 所以你想看 在别人没有防备的时候 你可以看 但是真正的话 去用的话 可能够呛 好 那么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靠谱 对 那如果是你想去靠谱 比方说有些公司 它有非常严格的 这种安全规定 你可以Audit 没有吧 用这种审核机制可以做到 但这种审核的话 就是说你不能让一个人的话 拥有root权限 只有你自己有root权限 其他人全部都是普通用户 这个时候可以 清楚吧 清楚吧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 所以的话 你现在输的这个的话 就够呛 它可能不是Linux的 或者没有装特定的软件 那么这些的话 这个也没有 是吧 ACU Log 这可能是不同的软件 执行完了以后 它才会有的这种现象 BTMP 我不知道是什么 日志 是吧 它是什么 记录失败的 这个记录 就是我可能写 写这个日志的时候 可能是失败了 或者怎么样 它会记录到那里面去 last log 那么last log 记录几次成功登录事件 和最后一次不成功的这种登录 那么messages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吧 SU do 就是我们其他用户的时候 它会去记录的这个日志 是吧 还有的话 SU log 是SU的这种日志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可能是我们用的时候 它才会出来 但是都是子系统 不是我们的Rsyslog去做的 是吧 我们看到Rsyslog里面没有 没有 然后系统日志的话 自己的这种 自己的这种信息 自己的日志 但是有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是太多的 看到太多 记录当前登录到每个用户 UTMP 是吧 WTMP 是吧 登录和退出的时间的永久 记录 是吧 然后呢 这个xfer xferlog 是吧 记录ftp的 但是有的ftp的话 它会用这个日志 有的ftp的话 它有自己的日志 嗯 比如proftp 它可能就叫proftp.log 啊 这就是根据不同的ftp的程序来决定了 嗯 那么vsftp 就是我们说 huel 就是retel的这个铁灯 这这个铁灯 我们vftp 那它可能的话呢 啊 嗯 κ 嗯 Barnes 旗下的page vsftpd 他的日志就叫vsftpd.log 也可能叫做什么 xferlog 根据他的配置文件里面那一项 你有没有打开 如果你打开的话 他可能就记录成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xferlog 有的时候的话 他就不记录在这里 所以的话大家听了一堆的话 可能觉得你这边都不靠谱 说了半天 说了半天的话 有些是一会说这个版本那样 一会说这个版本是另外一种样子 那我怎么记得住 你可以记住messages 对吧 你可以记住messages 你可以记住last的命令 你可以记住什么呢 secure这个日志文件 对吧 你可以记住mylog 记住chrom.log 是吧 chrom.log这些东西 那其他东西的话呢 用的还是比较少 那么他是根据特定的系统定制的 嗯 怎么样吧 就像我们说最后面这个 那就根据你自己安装的ftp的软件 和这个ftp的软件有没有经过配置 是相关的 对吧 但是这个的话呢 是你需要知道啊 因为的话ftp的话呢 你本来就应该叫做ftp.log吧 怎么叫做xfer 跟ftp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它是有历史跃远的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大致有这样的印象 嗯 但是呢 最起码记住那四个日志 你就ok了 啊 同时的话你要记住个last命令 嗯 达到last命令可以看 真正有没有人登陆你的系统 嗯 那除非是对方这个超高的黑客 如果这样的时候 这个人的话黑掉你系统 那我觉得啊 你至少可以什么呢 就说比较自豪的说什么 啊 我被一个高手黑了 呵呵 你知道吧 等于人家进了系统的话呢 那傻呵呵的做了什么操作 你都不知道 嗯 还在那边 哎 我是不是被人黑了 对吧 这都太傻了 对吧 你让一个菜鸟的话呢 黑了你的系统 然后的话呢 还不知道这个菜鸟在你系统里面 没有任何手段去知道 那就显然是不对的 嗯 好吧 最后的话呢 你如果要是想看自己系统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我建议你怎么样呢 建议你这样的啊 嗯 运行下nightstate是吧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过 nightstate.antup啊 对 你看看有没有可疑的连接 嗯 你比方说你现在的话呢 有什么呢 有80单口的这个外部服务 是吧 又有22单口的SS服务 是吧 结果的话 你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啊 7788端口 跟别人的话呢 还进行着连接的状态 你比方说现在啊 你看这些的话 只是说我 我的这个 哎 这是哪个机器啊 应该是我的IP是吧 你把它缩小一下 这应该是我的IP 我的这个IP的话呢 在访问着24.27.250.48的80单口 啊 谁在访问呢 这个在访问 那我这个是不是一个可疑的东西呢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时钟的这个 就是这个 时钟的这个插件吧 相当于对啊 他去访问那边 他可能在同步时间 可能在同步时间 但是呢 你看到别人的话 访问了你的一个特殊的端口 对 特殊端口 而这个进程的话 名字不应该是你的这个 常用的进程 你一网上一搜的话呢 也发觉不应该是这个进程 跟外界通讯 那这时候 你现在一下子知道 我的机器可能是被别人黑了 那么这是你查 你想知道你的机器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说日志什么都没有异常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 可以 netstate.ntop 咱们现在拿那个5来登录一下6 能看一下吗 5登录6 sx一下122是吧 是吗 是 你就不需要 你还不需要登录 实际上的话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 就已经是可以看到了 能看到了 能看到 我现在在查询3.1的53端口 这是DNS端口 是吧 你看 是不是我的22端口 正被另外一台机器送访问 对吧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 而且你也知道是谁正在登录你 对吧 如果其他的人的话正在登录 而且是什么呢 establish的状态 而且已经是登录了很久了 那这个肯定有问题 就别人确实已经登录 黑掉你的系统 对 所以这时候你能看到所有的这种 莫名其妙的连接 是22端口 ssh 是吧 对吧 631端口是127.0.1的631端口 这个的话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只有你自己能访问 对 你在监听127.0.1的631端口 是吧 那你这个IP的25端口正在监听 是吧 这个IP的25端口正在监听 对 说明你有个什么呢 这个 smtp就是我们的email的付 正在监听这25端口 对 是吧 那这个叫做master这个进程 正在监听什么 25端口 别人也可以访问 就是email 那你想不想让他访问 不想让他访问 把这个进程干掉 这个端口就关掉了 嗯 是吧 这22端口 我们刚说过了 11端口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呃 就是我们的那个呃 比方说呃 NFS啊 就podmap 就是那个NFS等等啊 NNS等等 需要的那个端口啊 好吧 这个先就是给你介绍一下 嗯 那我就明白了 因为他你现在如果要是给我一个具体的 比如可能被入侵的状态 我可以通过他的话呢 给你分析出来 他到底实在入侵你 怎么入侵你 嗯 好吧 但是如果要是你现在只是怀疑 那你可以用我刚才这种方法 看一下 整个看一下 嗯 好吗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没有了